大家好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 这个是呢 就是说在埃及的一个法老 叫赛提一世 他的一个庙 这个庙的那个 就是靠近那个天花板 那个横梁上嘛 有一些早的一些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法老 他具体年限呢 当然大家很难拿出 说出拒绝的证据 但是一般认为是四五千年前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画 这个部分就特别像那个支撑飞机 这一部分呢 就像一个潜水艇 这像一个 像一个大飞艇一样 然后这个呢 有点像这种滑行器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天花板 这是一个横梁啊 这个壁画就在这儿 有人还做了对比啊 看他这部分呢 跟那个支撑飞机是非常像的 这个呢 很像个潜水艇 这个呢 就现在像一个滑行器啊 这个呢 这个呢 跟我们这个 1940年建的这个德国这个潜的飞艇呢 是非常像的 所以这个 这个这些东西呢 都是几千年前的 几千年前的画像了 所以 我们当然了 类似的 很神奇的 很先进的 从远古发现的东西呢 也很多 这样呢 我们就不仅要问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 曾经有一个世界 在我们之前的世界 不是说那个 这个是像诺亚方舟大洪水摧毁之前的世界 而是在 整个我们就是 人类之前 就是圣经记载的亚当夏娃之前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后来我 我在 我们 那个信主以后吧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呢 就是有很多 这个信仰不同的教会吧 还有不同的派别了 可以说吧 然后他们 对信仰这样的观点呢 是有非常 有的时候说有很多的区别的 我最近才听到了一个 就是说了解到了一个 一个叫做 gap theory 在圣经信仰里面 基督教信仰里面 具体的 好像没有正式的 就是在中文的这种翻译 可以叫做 一个叫断层的理论 这个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 这个断层的理论呢 来 来推断 推断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是 曾经在 远古的时期 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时候有类似于 人的 可能比我们的人 还更 更先进一些的 居住者 然后呢 实际上被 上帝 给 完全的 给摧毁 灭绝了 那不像是 诺亚丰州的大洪水 他还 还留了 方州的一家 但是他那个 那个世界呢 是完全的 彻底的 给毁灭掉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从圣经里来 寻找一下 这些 我们这些 这种说法的 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圣经里面的 创世纪的第一章 这是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 接着呢 这是第二句话 地是 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要停顿一下 就是这个第一句 和第二句中间 很多人认为 它存在一个断层 就是gab 由此而得出了 一个叫做gab theory 就断层的理论 当然了 很多人认为 断层的就是 是事实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 第一句话 写出了上帝 创造了一个天地 而这个中间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 毁灭掉了 毁灭掉的结果呢 就变成了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我们看到下面 接下来的六天 上帝来创造了各种的光啊 还有空气啊 等等等等 我们看上帝创造的东西呢 都是非常好的 而这里 而这里第二句所描述的 叫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这不像是在创造 而是像在毁灭的一种状态上面 所以呢 这就 这就不仅让我们想到 这个 在创世纪的 第一句和第二句话中间 曾经发生了很多的巨大的变化 而在其他的圣经章节呢 也有类似的 这个可以证明这一个 这种观点的经文 我们看到现在是 以色亚书的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五章的 第十八节 这样说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兼地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 这里说 神创造大地的时候 并非使他荒凉 而是要给人居住的 这样呢 我们看到第二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圣经的第二句里面 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这是应该是被毁灭后的情景 而不是说最初创造的情景 最初创造的情景是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在约伯记里面 这是第三十八节了 这是上帝在最后出现 跟约伯说话的时候说到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小的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星辰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就创造大地的时候 神的众子在他身边都在欢呼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想到 为什么他们在欢呼呢 其实应该最初 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的众子是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欢呼的 而为什么这样呢 应该我们想应该是 因为他上帝创造 就像以赛亚书里是说的 说的创造大地 并非是是地荒涼 是要给人居住 也就是说 上帝是在创造天地 给神的众子居住 而神的众子呢 看到上帝立大地的根基 也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当然以后由于发生了 应该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了 可能是地上面充满了战乱 还有不好的事情 以至于上帝就把这些 就完全毁灭了 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呢 就在描述一个上帝在 重新修复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呢 当然了这个 当然了这个 Gap Theory 就是这种断层理论呢 它其中 还有很多内容 还有 也会很多人相信这个理论 而且 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 经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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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得出 支持这种 这种 结论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样呢 其实我是可以 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 经常会发现 一些 人类无法解释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埃及金字塔 直到现在人类也 也 也 造不出来 然后 在 就是那个 秘鲁的 复合街道上 那么大的巨石 怎么做出来的 很多事情呢 其实就可以 得出结论了 我记得在 中国的一个 电视节目里面 说 大概是在 石摩古城 古城吧 遗址上 一个专家说 我们到现在 一直还没有发现 一个就是 文字记载的东西 如果发现人类记载就好了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吧 他不可能发现 文字记载 因为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文字嘛 为什么呢 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 你想计算机会 需要文字吗 当然不会了 因为 他能记住很多的事情嘛 如果 人很聪明 记住很多事情 那为什么要用 文字来记载下来呢 他没有语言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 这也还可以证明 就是实际上 进化论是一个 很可笑的一种说法 因为它是建立在古代人 就是比现在人笨的 这个基础上 因为就进化更好 实际上我们知道 实际上在古代的人 所做出的事情 有些出土的东西吧 比如说 那个什么玉器啊 等等 刚才我说的呢 像金字塔等等 这些东西 到现在人呢 也很难 或者是根本做不到的 所以说 以前的人比现在人笨 是可站不住脚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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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